繼續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大家都在關注說台積電到美國 到底可以拿到美國多少的補貼 之前我們不是跟大家講到了 說那個親兒子 這個笛子跟樹子的差別 但是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連三星拿的都比台積電多 這個我們看到了 有人這麼一說 說這個三星 他就是派了很多的遊說團隊 我們知道美國的政治的一個文化 他們的一個生態 就是有非常多的遊說團體 要去遊說各個國會議員 然後在法案上支持他們 好那有人講你看三星 他花大錢去遊說華府 這是不是讓他可以多拿到 補助金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我們來看美國補貼 這個給英特爾這個親兒子 笛子100億美元 三星拿到60億美元 我們的台積電50億美元 你不是這個是有點半威脅的 要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然後遭遇到這麼多的阻礙 然後你又不協助 你反而還給三星 人家技術很落後的 給了他更多的一些補貼 這又是什麼道理 對 沒錯 美國原本的這個 所謂晶片法案的補貼案 是在原本是說在這個 所謂國情之文宣布之前會這樣 那看起來的話 是可能在這一兩個禮拜內之內 這個拜登會宣布對英特爾的這個補貼 那是目前市場傳染是100億美金 那當然這個大概是差不多的事情 那大家就講沒辦法 因為他是這個美國的長子 那沒辦法嘛 那台積電50億輸他一點點 那這樣一個狀況 大小眼 但沒想到現在 那他聽到更不能夠接受 是說三星的補貼 可能會比台積電還要多 那為什麼呢 原本的預估是大概20到30億 就是英特爾100 那台積電50 那三星大概20到30億 對 就沒想到現在居然是60億美金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60億美金 是因為傳言說 原本三星的這個投資是170億 那現在說 我們準備在美國投資金額更多 所以美方你們要給我更多的這個資源 現在傳言也是這樣 但是因為三星也沒有對外說明說 我要多提 多提供多少的這個資金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我們來對比 目前英特爾大概在美國投資400億 那400億來說的話 他大概可以獲得100億 所以等於大概是四分之一的這個金額 那如果他現在是三星60億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乘以四倍 他可能大概投資兩百多億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這個台積電就不一樣 台積電也是投資400億 如果你照理這樣 應該你要100億對不對 跟英特爾一樣的這個數字 就沒想到現在只有50億 所以顯見拜登對於或是美方 對於台積電來說的話 是既合作又防著你的這個態度 那為什麼會既合作又防著你呢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畢竟是 他還是希望說英特爾的技術 能夠全世界第一 可是如果你擺在他眼前的狀況 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 季辛格都一直說 我們這個18A準備要在今年下半年 就要量產 比台積電的2奈米還要更快的一個狀況 那照理說 他18A是對標我們台積電的2奈米 可是最近有人去把這個 他們18A所展示出來的電晶體的密度 跟我們台積電來比一比 原來這個之前 魏哲家就說我們2奈米技術 絕對贏過18A 現在不是只有2奈米技術 贏過18A 現在是連3奈米的技術都贏過18A 那他還要對2奈米 連3奈米都做不到 對 所以他的這個說法 顯然是有點碰轟 就是說我18A是對標你2奈米 但是其實他的電晶體的密度 跟我們台積電的3奈米 是差不多的 甚至他比台積電的3奈米 都還要更差 所以這個英特爾所宣稱的 好用技術還目前為止 他所謂的2024年量產18A 是約莫等於我們台積電的3奈米 跟4奈米所謂的數字 那另外一個就是因為現在 這個三星有推出GAA的3奈米 那台積電也有一個3奈米的這個技術 但是用FINFIT的這個技術 那現在市場也去說 照理說GAA的技術 應該是可以比較密 如果你用3奈米 同樣一個這個技術來說 GAA應該會比FINFIT的電晶體 數量要更多 結果現在你要去把它拆解出來 也沒有啊 你三星的這個GAA的這個技術 還比這個台積電的FINFIT的技術 還要更加的落後 那大概台積電的3奈米的FINFIT 約莫是台積電 約莫是三星GAA 3奈米的1.5倍 所以就是說台積電的技術 目前為止至少在電晶體的密度 是遙遙領先的 另外第二個是說 最近還沒報導 因為我們要目前全世界都在攻佔所謂的AI晶片 特別是今天開始的這個GTC 大會大家都講AI晶片 這個NVIDIA又開始表演了 但是問題是目前為止 這是韓媒的報導 韓媒說AI晶片台積電的這個市占率來說的話 保守估計超過九十 其實幾乎是一百趴啦 現在只有這個所謂日本的創投 FTC FTN有下單給三星之外 其他都沒有嘛 那我們就講事實上為什麼會有這個 三星可以拿到六十億美金的狀況 所以他們都會投資非常多錢在遊說國會議員 那以今年上半年的韓氣來說的話 你看這個去年上半年 三星投了三百二十五萬美金 SK海力士投二百二十七 那現在投一百七十億 你看台積電只有投一百五十九 所以就是說其實比較少 那如果我們在對比二零二一年來說 你看前三 前幾名一個是高通九百多萬 AMD Intel還有三星 當時台積電其實金額還不到一百萬 所以台積電現在也知道說要趕快加強這個狀況 他們的正式生態是有砸錢遊說就有用 某些程度來說的確是有用的 就是說你國會議員來說 特別是說如果他跟你的國家政策是一致的時候 當然更有可能會成功 好那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目前三星要去遊說呢 我們給大家講 事實上三星這個 在這個遊說美國政府的時間 其實很久 而且他的歷史也蠻多的 這最重要是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時候 因為那一九八零年代 當時的這個日本的這個低潤 日本的半導體是世界第一 當時市佔率到五十六十趴 把美國打得落花流水 就當時李建希就就前三星的執行長 他就認為說 我這時候跟美國可以這個跟他們國會議員說 這樣子啦 你們美國現在要打壓這個日本對不對 我說我們你現在可以連韓 我們來治日的一個狀況 那於是你呢 你不要 你就可以對日本科高關稅 所以當時日本 美國國會議員對日本的關稅 低潤關稅是科一百趴 所以就是南韓那個李建希在後面衝康對不對 到處去遊說說 你那個日本這樣子不行獨佔 幫我 那你就說你可以科日本一百趴 那你因為我們南韓是日本的替代品 對 所以你不要科太高 你也是一四一四 科個零點七四趴就好 所以就是說有差別的稅率 所以因為有差別的稅率 他聯合南韓之後 果然就把日本打敗了 那日本的半導體的這個江山 就一去不復返 一直到現在他才說 我要重新來來過一個狀況 那也就是說因為之前他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聯合美國跟國會議員這樣遊說之後這樣 當然這次會不會這樣說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目的應該也是說 希望能夠聯合美國 來壓制台灣的一個狀況 但是事實上這個在技術 目前為止來說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有人講說台積電不花這種公關費 他可能覺得我技術非常領先 所以有人說他會贏在技術輸在政治 台積電也不是沒有花 事實上台積電這幾年他有聘請非常多 跟這個海外國際政治相關的人進來 甚至他也有找這個美國國會的遊說團隊 但是目前為止 當然因為他們遊說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你現在也開始要慢慢經營 但是對三星來講的話 他有一個隱憂 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三星有可能會在接下一段時間罷工 所以我才說嘛 你這個講了很多 沒有錯啦 台積電或許在玩政治玩不過你們 但是我覺得回歸到商業本質 你的技術 你的這個報價 你的這個科技含量高的人才會贏 對 所以呢這個三星有他自己 這個企業本身的問題 所以你光在政治上這個打通關節 花很多錢 但是最終回歸到技術 好像還是領這個輸給台積電很大一劫